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征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46集 相逢一杯 闽思愿 写见之后 999根漆黑之针 齐齐出现 这些黑针每一个上面都蕴含了浓浓的妖气 更有剧毒存在 此刻冲出疯狂的逼近亡灵 这古妖此刻已然拼了一切 他知晓 这一阵自己必死无疑 但却不甘心 不肯一击 亡灵根本就没有让灵动与周景出手 冷冷地盯着那不断退后的骨腰 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直接打出一拳 这是他在新阵范围内 在数万修士面前 在那鲁夫子的亲眼之下打出的第一拳 一拳如骨 道尽苍天 在这一拳轰出的瞬间 王林身后那道骨头颅骤然扭曲 竟从王林身边穿过 直接融入到了王林右臂拳头之内 轰鸣遁起 那轰隆隆的巨响传遍星空 整个星空在这一刹那都停止了运转 在数万修士的目睹下 在那鲁夫子回头的看曲中 在那炎雷子猎云子二人急速后退下 这一拳浩荡而起 那百丈骨腰凄厉的尖叫中 施展的种种神通 在这一拳之下轰轰崩溃 那最先崩溃的便是那九条腰龙 这九条腰龙如大风扫过 身子迅速消散 只逾留那咆哮的回音 似乎还在这星空回荡 但却瞬间被王林的一拳 就连回荡的鱼音也都愧疚 九条腰龙之后 便是那九十九感腰脊 弥漫之下冲出的诸多腰影 他们嘶吼的声音 在这一拳下戛然而至 远远看去 王林这一拳推出 其右手在身前一动不动 但却有一个巨大的虚幻拳影 从其拳上扩散 直奔前锋 崩溃了腰龙 撞在了这九十九个腰影之上 这些腰影 齐其一阵 全部崩溃 紧随腰影之后的 便是那九百九十九道血涕 如血净而来 全部落在了这虚幻的拳头上 但却如同雨水一样 在落在拳头上的瞬间 碰碰爆开 丝毫无法阻挡 这拳头半点 轰轰之声回荡下 王林这一拳 势如破竹 粉碎了一切 与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道黑针临近 但这些黑针尚未碰到拳头 便被一股反振之力冲击 赫然刀卷 随着这一拳 反攻那蛊腰 这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 那蛊腰尖叫中不断的后退 双手合十之下 猛的抬起 凄厉的声音惊天动地 王族发气 腰刀 藏土 在其声音传出的瞬间 一道紫色的光芒 凭空出现在了 这蛊腰抬起的双手合十之上 这紫芒透出浓浓的腰气 转眼就化作了一把巨大的镰刀 这镰刀通体紫色 腰气呼啸肩膀 传出一股极为锋利的气势 更是在那腰刀中 赫然就由蛊腰星点闪烁而出 这蛊腰星点竟能存在于这腰刀之内 足以看出死刀不翻 随着蛊腰双手向着下方狠狠的一展 在那尖锐的嘶吼中 这腰刀紫光滔天 化作一道巨大的弧形 直奔王林虚幻的拳头斩下 王林双眼一亮 他没有料到 对方这小小蛊腰体内 居然能有蛊腰王族法技 长啸中王林挥出的拳头 五指张开 在那腰刀来临的刹那 一掌抓去 转瞬之中 那紫光腰刀就与王林的手掌 轰然的碰到了一起 一股巨大的冲击掀开 向着四周横扫 王林虚幻的手掌 一把就抓住了那腰刀 任由此刀如何增长 也无法从其手掌内挣脱出来 被抓住之下 只有那阵阵嘶吼 一波波传出 那鼓腰惨叫中啊 喷出一口本命之气 身子急速后退 眼中露出绝望 在那冲击之力的推动中 这漩涡轰轰震动 唯独王林的身子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就连神色都没有半点变化 只是一头白发吹起 衣衫吹打而已 在他的身后 灵动商人与周景二人 默默地站在那里 灵动神色平静 他是被王林亲自恋化 不可叛逆 那周景毕竟是以 稻谷气势强行逆转 此刻看向王林的目光 有些复杂 王林越是强大 他的复杂变回越浓 只是眉心的鼓声印记 却是死死的压制 其原声 容不得他有半点反抗 那刀鼓的气息如同大山 在其面前周景 有种蝼蚁的感觉 刀是好刀 唯独用刀之腰 有些弱了 王林右手一挥 顿时啊 那被虚幻手掌抓着的腰刀 直奔他而来 被他拿在了手中 与此同时 那六星骨腰 更是在王林一挥之下 身子急速颤抖 仿若王林身体 有一股巨大的吸扯之力 让这骨腰 无法再退出半点 身子不受控制的 就被急速拉进王林身前 在王林收起了那腰刀后 一把就抓在了这骨腰的脖子 这骨腰尽管有百丈大小 但在王林右手抓去的刹那 其身子却是急速缩小 最终化作成人一般 被王林死死的掐在了脖子上 不要杀我 我知道一个秘密 一个惊天的秘密 这秘密与姚家有关 你若能去往那里 可以让你获得一样神通 三命神通 骨腰在这生死危机下 顿时惊恐的尖叫起来 王林目光一闪 并未理会这骨腰 而是回头 看向了那望着王林一拳之威 面色苍白的鲁夫子 原来是这个原因 是你阻止了王某了去英国 鲁夫子沉默 办上之后 沉声道 的确如此 眼下道友既然已经擒住此邀 老夫还要继续备战 不送了 尽管王林身边 有两个第三部大能之奴 但鲁夫子 毕竟是第三部修士 自有其傲骨存在 虽说震撼 但想要让他低下颜面 却是绝不肯 王林向着鲁夫子一抱拳 脸上露出微笑 今日之事 界外一战时 王某会有所报答 鲁夫子道友 莫要戒 王林态度始终如一 对于鲁夫子 也是没有趁势屈辱 这鲁夫子沉默片刻 暗叹中神色缓和下来 挤出一丝笑容 向着王林抱拳 王道友能有这等修为 是我戒内之福 老夫甘拜下风 只是有一问不解 你这两 两尊大能道友 可是来自 鲁夫子没有全部说出 只是一点星空尽头 王林含笑点头 其身后那灵动上人 目光落在鲁夫子身上 向其一抱拳 沉声道 老夫灵动 界外太古星辰 灵动族老祖 鲁夫子尽管有所猜测 但此刻听到灵动的话语 仍然动容 灵动族 老祖 灵动族在太古星辰 不算大族 只有区区一万族人 灵动上人收回目光 平静地开口 这位是 鲁夫子向着灵动一抱拳 尽管对方是亡灵之奴 但在鲁夫子眼里 对方同样是与自己等同的大能道友 抱拳之后 鲁夫子看向那沉默的周景 周景 界外太古星辰 奉天狼族老族 鲁夫子一听此话 虽说是在星空之中 可还是深吸口天地元气 他之前看到周景身后的血狼之影 便有了猜测 他很早之前听说过 在界外 有一个足落 侍奉虚幻天狼 是太古时期 一个庞大的部落 延续下来 这个足落之人 神通与狼影有关 因其传承久远 故而香火之力浓郁 可出三部大能 此刻听到周景的话 鲁夫子立刻就确定了 对方的身份 这王林竟然曾去了界外 更是从界外 收了两个足落之祖为奴 这 鲁夫子看向王林的目光 顿时不同 他身为第三部大能 更是清楚 能让自己之辈成为奴仆 此时有多艰难 这与千军万马中 去敌将首级不同 这事直接过去 将人炼化成奴 以鲁夫子的修为 自然看出 无论是灵动 还是周景 眉心都同样有一个符文 显然是被王林 强行炼化 成了其奴仆 尤其是王林此刻 毕竟还没有真正的 成为第三部 如此一来 心难度就更大 那灵动族没有听说过 但这狼族应该是界外大族之一 这王林不简单啊 他在界外到底都做了什么事情 想来一定是惊天动地 鲁夫子一生很少佩服人 但此刻 他内心对于王林那 却是起了敬佩 王道友 可是去了界外 鲁夫子一扫之前的阴沉 抱拳问道 之前便是从界外回来 鲁夫子的变化 王林看在眼里 他本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之人 对方与他无冤无仇 虽说自己修为高深了 更有两个大能奴仆 但也不会嚣张跋扈 而是彼此客气对待 好 好 之前云海星域 妖宗神宗 同时传出封命 以当年封界之尊一诏 传告整个界内四大星域 界外太古星辰蠢蠢欲动 有了再次发起入侵 我界内的迹象 我界内几个大能联手 打开了四大星域的壁垒 使得四大星域可以通行 再无封锁 四大星域同时备战 准备对抗界外的欺辱 老夫对于界外抽身四海 当年界外第一次入侵我界内时 老夫曾是雷仙界一个小小仙军 亲眼看到了那场至今难忘的惨战 当日听到道友从界外回来 想必对于界外各个足落极为了解 仅仅此事就可让我界内知晓 那界外之民的数万年来的变化 封界大尊的存在 使得界内之羞啊 大都处于茫然之中 并不知晓风筝与太古星辰 唯独小部分人知晓 但却不敢前往界外一探 故而这数万年呢 消息闭塞 这对于战前来说是极为致命之事 王林的话语 让鲁夫子完全的不再去考虑 二人之前的紧张 大笑起来 界外之事 王某应该掌握了一些 王林含笑开口 王道友可还有事 若无事 不如你我二人畅谈一番 老夫有当年仙界 遗留下的好东西 自己都不舍得喝 今日爽快 你我畅饮如何 鲁夫子哈哈一笑 向着王林单手一眼 此刻的他 似乎忘记了刚才 还说出不送之语 王林收起手中鼓腰 略移沉吟 这戏剧性的变化 让四周那数万修士 一个个目瞪口呆 就连炎雷子 与烈云子二人 也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但这二人呢 毕竟是臣民之辈 看出了鲁夫子 是真的高兴 略移沉吟 便也猜到了一些 鲁夫子的心思 鲁夫子与王林无仇 且王林呢 从界外回来 日后 定然在界内 声名滔天 这种人物啊 自然要交好一番 且之前 王林很是客气 给了鲁夫子台阶 他鲁夫子 若是还不识相 便白活了 这十五万年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 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